在两母欢的土地上,宋瑞县老兵协会会员范滚波的家人搭建羊蓝棚并养着三千头羊。 他们从2018年开始养养,至今他们家就是省级的农民典范。 以前孩子上学,要供他们学习,我们只养猪,现在他们已经读好了,毕业了。 现在养殖方面在警察处遇到疫情,鸡啦、猪啦、鸭啦等等都经常发生疫情,只有羊比较少生病。 只是普通的冰状好治疗,养猪不好因为疫症太多了,有的人不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想要扩大也不行,养的话,羊群只有一两头生病,知道哪一只生病了,我们就给它打针治疗就好了,养养比较好的。 与以前养养脱品的模式不同,每一家只养几十到一百多只,树叶是主要的食物,但现在大规模养殖就不同。 然后,宝宝购买整个玉米田园,砍小片,填制喂羊。 不充私了,因此羊群发展得良好。 这几年,因为疫情,他们家的羊群仅生沙三十坚治。 疫情爆发之前,他们家的养群数量达到上万头 杨德行家人就养鹿和米鹿 经济效果也蛮好的 只养了四年,他们家的鹿群已经达到约一百多只 年收入达11月顿 目前蓝棚内的鹿不多 因为他们已经转到旅游景点区 合资发展旅游服务 以前我们家已经养了很多家籍家畜 但经济效果不是很好 有一次反悔家乡 看到他们养鹿能赚钱 我就买种苗回来养 首先买了几只,看看是否能适应气候 养了几年觉得气候适应好 鹿良好的长发 我儿子也去学了养殖技术 我们就投资11元 朋友过来看见我们养鹿 要买小鹿回来养 我们不卖 但他们说服何自发展旅游 现在主要让其生殖不受鹿绒 因为在旅游区 鹿绒长长的才好看 与其他弩作物相比 养鹿的经济效果最高 少生病因为野生生活 政府总是赞成的 但要养鹿的一定要掌握技术 要是像羊一样不太管的话 恐怕也不行 因为把种植和养植相结合 很多家庭经济发展良好和支付 对宋鹿象很早以前就达成 新农顺建设项目和现在 和接近新农顺新标准做出贡献 除了种植和养植相结合之外 藏工联老兵还发展经营活动 退伍后他经历过许多不同的工作 和不同的职位 从宋内农场第六区的书记 到向副主席主席 现在担任秦美县红十字协会的主席 从1992年 他们开了一家专卖建筑物的商店 一方面解决家里人的劳动力 一方面向当地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 我以前很害羞 不知道军队环境如何 当兵后我认识到 这就是苦练的环境 训练人们要有耐心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军队环境让我有了坚强的承受力 坚强度过婚禁 并一直相信于党和领导 相信于党和政府 通过这种理念 身体健康和培养信誉 这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我现在58岁 可以说是成功了 虽然不是很美满 但这样也是太骄傲了 感谢党部 感谢政治 感谢各级领导人 和已经陪同训练我 让我成为积极现象 刻苦度过困境的党员 陈述战争时期遇到困难时 张公联先生分享说 在北台训练的时候非常艰难 假装车 过锡河 被水冲掉 就是差一点泥水了 但幸亏我会游泳 所以幸运地度过了 森林里的生活困苦 要作战演习 从包兵到侦察 后来我到南方 被警理厢去工作 家里困境 党和政府让我学习 我总会奋斗 好好完成任务的 同样陈述这战场的困苦时 范文波先生回忆在前普寨战场的纪念 第一年我在前普寨的集警市 一开始就不太熟练 他们把我调到三瓶水岛 叫三瓶水新贵从小病团到单位的路程为三瓶水 整天在走路 每个小时要走六公里 要不得在森林睡觉 第二年半到半战争 那年比较辛苦 敌人比较多 连续作战 第三年就到半通省 敌人也很多 每一场都打赢 敌人很害怕 三年满季后 退伍了 我就回来 成家并发展经济 提起深刻会议的时候 范文波先生说 有很多 但最深刻的就是作战的时候 要连续走路七天七夜 不能休息 身上的衣服全失了 但是还是要打仗 多么艰苦都能度过了 深爱和平和认真发展经济 就是老兵们的信念 通过军队环境训练 让我更加坚强 完成任务后 回到日常生活时 就努力发展经济 让家庭和社会 都更好的发展 可以说已经坚强 度过婚禁的精神 宋瑞乡在内的 越南老兵们 在各个领域 从政治国防安全 到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好的榜样